古曼彤 你們要幫過那些有求於你們的人 所獻他們的願望 在過月的時候安分走 古曼彤其實就是源自於泰國 如果你有什麼未了的心願 然後可能就是可以借助一個長得像孩童的一個神像 可能每天供養他 那他可能就會無形當中就會給你一些內心的安定的力量 然後讓你好像在面對你想你的心裡面的願望的時候 好像很容易達成 現在的做法就是師父會取一些往生孩子的DNA 作為一個媒介 以古法來說的話 載體會以泥巴 廟土 金粉 金沙 花 草 去做為一個媒介 那古曼彤他是經過有佛法的洗禮 以泰國的供奉方式來說 他們會以一週一次的飯菜便當 或糖果餅乾零食去做供奉 那當然就是因為他畢竟還是靈體 所以還是需要香火的部分 因為有靈體我們稱之為銀牌 眾邪惡因為我們有鬼師父 泰國的鬼師父進來 所以有泰國的元素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那時候就來找這個泰國的人家顧問 那時候有兩個信眾 抱著兩尊古曼彤坐在我們旁邊 那那個時候我說真的 我跟導演兩個人就很毛 對這個古曼彤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古曼彤 在第三集裡面呈現給眾學的觀眾 最主要的機會就是不要供生食 有些人都會用血肉去供 他真的是繼承人的業力跟怨力 所以他的效果會非常好 變成是說他的控制性性質 會變得非常的暴躁 那當然這就會造成凡事 縱責是為之生命 不要讓古曼彤面向西方 西方這個方位對於泰國的泰文彩域來說 就是有點像堕 堕胎或堕落的意思 其實他跟小鬼區別性非常大 小鬼的話就是偏常 通常就是比較不受控 或是他是用特殊的紀念方式 那古曼彤不一樣 古曼彤他的基本上靈體都是志願的 他志願進去到這個容器裡面 然後去幫助持有者 那當然師父他們就會很注意說 那今天你願意來了 那我授予你約束 佛法的約束 也去幫助持有者 古曼彤不要用拋棄的方式 因為拋棄的方式會變成是說 他會駐定所 今生毀壞之後 他一定會去找 拋棄他的 現在因為生毀了 那麼沒了 他還可以去哪? 那我不會覺得 就倒在了